欢迎收看房言成语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h 掌握房产脉动近在房言成语 我是宇晨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上期节目啊 宇晨给我们详细解读了 大温二月份的楼市数据 很多观众看完后纷纷给我们留言啊 我呢看到大家都快吵起来了 那有人会这么认为 楼市火爆的状况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温哥华的房价会一路往上子涨 也有人认为啊 楼市火爆只是一时的 疫情现在看来还是持久战 政府也不会一味的任由房价这么涨下去 那房价涨过这一阵还是会回落的 宇晨大家的这些观点你是怎么看的呢 究竟哪种观点更准确一些呢 好Sarah 那首先其实应该感谢我们房言成语的观众 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专业 其实呢这不仅仅是咱们观众 就连加拿大的很多专业机构和银行 对今年房地产走势的预测呢 也大相径庭 像加拿大房地产公司 很多像Royal LePage这样的公司就预测好 今年虽然还是有疫情的冲击 但房源紧张利率持续超低 房价涨幅依然保持强劲 今年加拿大的房价呢 估计呢还能涨5.5%左右 但加拿大的房贷与住房公司叫CMHC就不这么看了 那么考虑到经济的衰退啊 债务的增加啊 过度的投资的住房 收入不平等加剧 疫情后城市人口减少等因素的影响 他预测今年加拿大的房价会下跌的 大部分呢大银行则认为今年加拿大的房价会危涨 先RBC和分业银行 那么财务报告都认为呢 这个疫情使未来经济充满这个不确定性 可负担力受到压制 那么今年房价估计呢 就会微涨0.6%到0.6% 他们都是很保守的 对那差别这么大 就说明加拿大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啊 不确定值得很大 有点物理看花的感觉 那专业机构呢也有一些看不清了 雨晨啊 您是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也是专家 您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刚刚CMHC不是在去年 疫情刚刚来临的时候 他就预测这个加拿大房价是会跌40%的 结果他是啪啪啪打脸了 所以他就说 I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in my hand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也应该说 我也没有这么一个水晶球 其实呢 所以就是从去年和今年的这个 加拿大这个保受这个疫情的冲击 的确是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 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呢就想结合自己 在这个日常工作中的经验 以及这个最新的市场动态呢 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 会不会这么一直的火下去 那么今年年初呢 加拿大对2000名 25岁至30岁的公民呢 进行了这个调查 发现虽然呢 人在这个疫情期间 但是呢 还是有240个人会出手买房 那么会有600个人呢 在计划在近期买房 从调查数据来看呢 刚需是如今购房人权的主力 像结婚啊 生子啊 孩子上学等等 像我们很多的买家都是卖房 就是换房 以房换房 以房换房 卖了以后再买 那么更多呢 就是这个疫情的人呢 对住房有了更高的要求 就要以房换房 小房换大房 那么公寓 换townhouse townhouse换house 这样是比较多的 那听雨晨你这么一说 我是比较明白了啊 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买房人啊 考虑的是实际的住房需求啊 而不是投资和盈利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您更支持 是刚需的人群 是支持买房的 但是如果是投资和 真的是为了盈利的话呢 这些人呢 需要更加谨慎一些 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 Sarah 因为现在市场上 这个投资客呢 就从这个购买人群来讲 投资的这个比例会少过这个刚需的 这个买房呢 基本上还都是为了自住的 所以说最近这个大楼 这个火爆呢 真正的就是需求的旺盛 而不是这个虚火 我们说起来 那么另外呢 持续的低利率呢 其实就给市场这个提供了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 大家也都知道 为了支持加拿大这个金融系统 和这个刺激这个经济 加拿大央行呢 在去年三月 在将这个基准的利率下调 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0.25% 那么这个历史最低的利率呢 就像一针强心剂啊 给了很多买方人 这个力量和勇气 那么当然这个贷款呢 也稍微的放松了一点 也比较好批了一点 所以很多人都就发现 原来我原来可能只能负担 大概月供 可能买100万的房子 但现在因为利率下调了 我的月供就上去了嘛 我的负担呢 你就上去了 所以这些也增加了 这个买房的这个信心 那么当然了 这个联邦政府也很给力 疫情爆发之后 也一直在发钱啊 一直要发到这今年的夏天 那么很多人的收入 其实很多中产阶级的收入 也没有太多明显的减少 那么综合这么多因素来看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其实在大量的印钞 那么让全世界来买单 所以这个通货膨胀也是很多 精明的人能看得到的 就是钱会越来越不值钱 对 大家就觉得自己手里的钱 将会贬值 对 所以就会进入这个房地产 对 所以就等 如果这个疫情没有太大的变化 或者疫情有很多的改善 包括我们能够 很多人能够打疫苗 把这个疫情控制好的话 那么等到下半年 经济慢慢复苏 那么我觉得这个市场 还是会稳中 还要往上走的 那雨晨 现在真的是我们买房的好时机吗 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在加价抢房 一套房子加价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比比皆是 那买家真的要加入这种抢房大军吗 那如果入市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您是专家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 对 其实说到这个抢offer 我倒是要跟大家来详细这么说一说 因为我们团队之前也经历了 这样好多次种抢房的大战 一个独立屋标价128万 我们和客户呢 仔细分析对比后呢 认为其实128万 就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成交价 但是呢 因为考虑到很多人看 也有很多人排队 也有很多人抢 那么我们最终呢 就出价的时候 就出到了133万 这样我们来看 如果价格这个超过140万 就已经是很极限了 但是没想到呢 最多最后呢 就十多个offer来抢这个房子 成交价最后是148万 那比我们这个出价呢 整整高了16万 虽然最后呢 我们没有拿到这个房子 但是客户还是说 非常感谢我们的 因为没有卷入到这个疯狂 这个加价的游戏 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在这两个月这个市场 这个的确是有些疯狂的过程中 就是你一旦出价这个阶段呢 一定要慎之又慎 就我们昨天就也帮客人 抢了一套房子 就是说我们是跟客人 会做一个分析的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价位区间 你是可以值得拿的 如果超过就不值得拿 当然这中间 我们也会跟对方这个经济 做很好的沟通 就是能够确保我们的客人 又能拿到 又要不要拿到一个太高的 虚高的这么一个价钱 所以就是看上了你这个 中印的房子 想买上买 想买上这个买下来的心情 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价格呢 一定要合理 如果呢你被这个魔性 控制住了 一味的加价 而做到这个拿不到 我就不罢休呢 最终还是会损失的 所以我不提倡这样的 他加入到这种环境里以后呢 他就等于是赌气买抢房了 抢offer 就是没有必要 这样的话呢导致就是说 他只有抢到了 可能会后悔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就是他等于加入到了 这个抢房大军以后呢 他等于在十几个 二十几个offer当中 他脱颖而出 但是他抢到了以后 他又后悔了 那就惹上这种经济纠纷了 他就想不要了 是吧 强到了 那如果他是一时冲动 买到了高价房 那这样的例子 其实我们是 也是遇到这个不少的 那其实就是 如果你买到了高价房以后 你后悔 你不想成交的话 那那个卖家 是有权利去高你的 那到时候你又惹上了官非 然后这是得不偿失 你买进这个高价房呢 还有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贷款 也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 你如果买入的价格过高 那么银行去对房屋 做评估的时候 做成的比较较低的情况下 那么你买入这个 你就除了要付首付款以外 还要多付这个几十万的现金 来补齐这个差价才能成交 那么这样的风险呢 就一定要意识到 万一你这个钱不够 你不能胜利成交 那怎么办 那么就是卖家就是会来告你的 所以呢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可能呢 就是很多人抢房呢 这个是无条件的 那么你这个签字 就要算成交 那么一旦房子出现了什么问题 而你又没有做厌恶的话 那么你后悔可能就来不及了 对 无条件的这种offer呢 肯定是不允许你厌恶的 所以你所有房子里的一些 其实呢 你如果真的是要抢 无条件的offer 是可以去厌恶的 你可以在抢offer之前 要求去厌恶 所以这一步也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你知道礼拜五要抢offer 那你跟那个对方经纪说 我星期四我先过来厌一下 这起码你可以去厌一下 消除你自己的一些大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一些大的问题发生 你就可以避免掉了 所以说你要很中意这个房子 你就要动手要快 对吧 你可以提前去厌恶 做一些安排 对 没错 明白 那这个提醒啊 真的是特别及时 很多人都是买涨不买跌的心态 看到市场火热就急着出手 很多细节都考虑不到 就像雨晨刚刚说到的 不管市场多么火爆 还是要要求大家 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 是的 Sarah 作为这个从业人士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帮客户呢 这个买到他中意的房子 但我们不希望客户当冤大头啊 用高的这个高的离谱的价格去买 所以呢 这个除了提醒大家 这个保持冷静以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这个市场动向呢 要特别值得留意的 那么就在今年这个3月3号 也就是几天前 这个多家加拿大媒体相据报道 银行已经开始上调这个房贷利率了 也就是继2020年1月以来呢 这个首次的上调 我记得当时疫情来了之后 政府曾经承诺过我们 不调的 最近这几年都不会调利率 但是你看还是来了 那么这数据显示呢 5年固定利率呢 在2月底呢 就要上调大概是25个基点 就要上调至1.64% 那么刚刚TD银行和加拿大国家银行呢 已经回应了 他们确实提高了部分房贷产品的利率 虽然呢 这算是这个适度的加息 加拿大的房贷利率 其实仍然还是处于这个历史的这个低位 不大可能呢 这个动摇当前这个火爆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变化呢 也促使买家在进一步上涨发生之前 尽快的去预批这个贷款 锁定利率来降低你这个借贷的成本 那么另外呢 还要考虑这个就是 刚才我说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印钞这个事情 所以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因素 导致这个房地产这么火爆 谢谢雨晨 那您说的这个提醒啊 真的是特别重要 对于买房而言呢 能锁定之前的最低利率 就是实实在在帮到他们省钱了 所以希望所有的买家都能留意到这种变化啊 然后提早锁定自己的低利率 之前呢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房贷利率上调的苗头了 就在上个月底呢 这加拿大银行行长这个蒂夫麦克伦呢 也表示在利率上长期处于这个低位的情况下呢 其实是存在这个房市失控这样的一个风险的 那么因此呢 这是我们就要将灭注关注的这个问题呢 加拿大央行呢 就会关注楼市并考虑如何这个遏制这个房市的泡沫 以免引发未来的麻烦 所以说在房地产火热的当下 大家还是要衡量自己这个经济的能力 等疫情结束利率回调 你是否也能承受这样面临这样这种贷款的压力啊 毕竟呢 房价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上涨的 为了这个抑制过度的膨胀的房价呢 政府也许也会出台一些政策来干预这个房价的这个可负担性的 这么有先见之明啊 您真的不愧是我们楼市的专家 那今天啊 雨晨用非常专业的视角呢 给我们分析了大温现在的房地产的现状和未来的趋势 更贴心的是 教会了我们在现阶段买房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同时要留意利率回调这个趋势啊 仔细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啊 如果已经出手了 也要赶紧锁定低利率 再次感谢雨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